采用一体成型铝合金全包外壳 表面阳激氧化处理 正面采用玻璃面板 屏幕更大 而且肉眼可见的亮度更高 背面标注了按键以及接口功能 四个按键分别是返回 选择左键右键 来看一下140W充电 28V 5A是完全可以检测到的 另外大电流也是可以的 这次KM0LC支持PD3.1协议 从屏幕上可以看到 充电器支持5V 9V 15V 20V 28V 5个固定地压档位 再给大家看一下EMAC线冷的检测功能 在屏幕中可以看到这条线支持50V 5A的充电档位 以及USB4 Gen3的传输协议 还有40Gbps传输速率 常见的PD、QC、AFCP、SCP、AFC、苹果2.4、Walk、PE等都可以读取得到 包括Vivo的Flash Charger快速协议都可以直接读取 打开APP之后 界面是这样的 在介入充电设备时 可以直接看到此时的各项数据 并且还可以同时进行多组测试 还可以切换视角 以不同的角度展现测试数据